我的最大的错误是 我做了阿里巴巴 回创阿里杰克马 一无所有王健林 不知其美流强东 普通家庭马化腾 当这些商业大佬们秀起操作来 简直要把我等凡人 雷得外交里呢 在人人热衷于通过网络展示自我 却又担心成为重视质地的时代 无形装备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比如 对一部分高校大学生来说 虽然还没有成为像马云那样的人生一家 但他们所学习生活的校园 就是他们当前最大的炫耀资本 于是用一种很土的方式来称呼自己的学校 借此来体现他们的低姿态 就成为了一种新型的装X方式 他们在不改变学校基本属性的情况下 用旁人不熟悉的街道地址和学校特色 代替了校民里那些广为人知的高大上词汇 于是清华大学就变成了 五道口男子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大学就变成了 中关村应用文理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就变成了 积水潭女子师砖 虽然这样的改写确实很有趣 但有很多不知情的人会被这种说法误导 要不是特意查过 一般人还真会误以为他们就读于哪所大专 我今天之所以出这一期选题 就是因为有小伙伴在私信里问我 为什么清华曾经叫做五道口男子技术学院 显然这位可怜的小伙伴 还没有经受太多来自网络的犀礼 不是所有不知情的人都愿意被这样捉弄 有很多人因为这种不坦率的行为而感到愤怒 当然了 语言的魅力就在于 不同的语境之下它有不同的含义 虽然我们刚刚将这种土话笑名的行为归结为装备 但其实也有不少同学是有自己的苦衷的 因为名校的光环固然能为个人增色不少 但也因此招致了许多无端的嫉妒 这次暂时让你爽一回 假如说你就是一个清华的学生 这次放寒假 你拖着疲惫的身体坐上了回家的硬坐火车 上车之后周围的大叔大娘阿姨小哥出于寒暄的目的 免不了要对你发出哲学散问 小伙子哪人呢 在哪读书啊 以后做什么工作呀 这时候如果你坦率而又略带一丝丝自豪地抱上了家门 阿姨我在清华读书 那等待着你的将是无止境的追问 比如清华的学生是怎么学习的呀 清华的学生毕业后能拿到多少工资啊 等你熬过这些之后 如果身边有同龄人存在 你就更惨 因为你不能跟他们一样 翘熬狼腿 磕瓜子 刷小视频 跟朋友玩手游 偶尔还会吐两句朋友间的玩笑话 否则你就会遭到以包括眼神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拷问 清华的也不过如此嘛 就像回国打球的林书豪 总是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 而经受本土球员更猛烈的对抗 于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你会用夹杂的自家方言的憨憨语气对阿姨说 阿姨 我是五大口男子协计是学院的 阿姨听到这么一个没有听过的名字 心想也不是什么好学校 索性就岔开这个尴尬的话题了 好了 醒一醒 你并没有考上清华 虽然故事是假的 但确实能直观地反映出这些民校学生们的顾虑 从骄傲自信心态下的戏谑 到避免麻烦的谦逊 在不同的情景下 可以得到不同的解读 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 那就是我们都很在乎学校的名字 即便是不认识 但校名中包含的那些词汇 好像就代表着一所高校的质量 印象最深的是 我自己在填高考资源的时候 选的是中央民族大学 我爸在一旁看得乐呵呵地说 有中央两字肯定很好 在比如之前的例子里 他们之所以用学院替代大学 就是因为在我们的意识中 学院是远不如大学的 才是标准的高等教育机构 在一位学者对中国大学校名的调查中 他发现 中国普遍存在的大学 优于学院的认知 对这种观点最有利的证据就是 在2004到2012年这8年间 有高达89所学院 通过各种努力 给自己改名叫做大学 有趣的点在于 根据美国世界与新闻报道发布的 美国大学排行榜显示 在2009年排行前100的 世界一流大学中 有20%以上的校名叫做学院或者分校 其中以学院命名的有13所 以分校命名的有8所 而在2012年 排名前10的大学中 有3所是学院 比如很多人略有尔文的 麻省理工学院 排名前100的大学中 有20所是分校或校区 比如加州伯克利分校 北卡教堂山分校 纽约罗格斯分校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名号之类的都无所谓 当然 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 崇尚大学的现象 并不能够简单用名号来解释 至少我们已经看到 有关部门在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而努力 也许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 我们还会看到这些名号带来的影响 很多人会觉得 HR只注重985211是不公平的 很多人会觉得 在这种戏谑校民的潮流中 那些真正的底层学校 受到了伤害 没有办法 我们都不是学霸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 我们会被迫接受高考的结果 至少两次 第一次来自考完以后 用来查分的教务网站 而第二次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那些写满学历限制的招聘网站 无论他是来自清华 还是武道口男子职业技术学院 都改变不了 他高考比我们优秀的现实 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 之前的那种戏谑方式是不适用的 因为我们已经处在了 学校命名的低端 没法再低了 好在我们还可以反过来 学会像新颜那样 笑对苦涩的人生 比如我们的小伙伴 带我去月球 就来自国家支持建立的 位于沈阳三台自以北的 沈阳师范大学 简称国立台北大学 似的那